请听小说《仙逆》第1201章 守护 王林的心神从那三个青年身上扫过,向着远处弥漫 渐渐地他再次看到了一处山峰 这山峰高耸,四周没有任何静置 就连雾气也都远远地散开,似乎不敢靠近这里 王林的心神来临,就在他心神将要探入这山峰的刹那 却是从那山峰内轰然间就冲出一股极为强悍的绅士 这绅士横扫而来,与王林心神漠然一撞 无声的轰鸣在王林心神骤然而起 他原本迷茫的思绪在这一刹那清醒过来 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精准的一径了 一个阴森的声音从那山峰中传出 紧接着,一股更为磅礴的神石从那山峰内横扫直奔王林 在这一瞬间,天地色变,就连七彩之芒似乎都为之必退 那神石在半空化作一只大手,向着王林心神狠狠地一抓 但就在其抓来的刹那,王林的心神立刻急速地收缩 四周出现了大量的虚幻 好似天地都在这一刻模糊起来 轻疑之声传来 与此同时呢,一个白发老者从山峰内飞出 盯着虚空,身体一晃之下,直接冲出 右手抬起向着前方,虚空一拍 但听轰轰之声回答 王林心神震动,四周虚幻立刻崩溃,彻底消散 区区幻术,也敢在老夫面前施展 你既然送上门来,就留下吧 这精纯的意境,比得过那些明智者百倍 这老者说着身子越加的临近 右手抬起,好似可以遮盖天空 向着王林心神抓去 其手掌仿若蕴含了一股极大的犀利 使得王林心神扭曲中被迅速地吸扯 王林心神急速地收缩 却是在这天地间画出了虚幻的身影 顶着那老者,王林一语不发 右手向前一甩 骤然间,这七彩界内弥漫的所有被王林放弃的悼念 在这一刹那轰然而动 从四面八方直奔王林而来 这悼念无穷 急迟而来中,立刻就搅动七彩界的雾气 更是使得天空的七彩光芒都微之一暗 几乎刹那 在王林身边凝聚的悼念就已然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 随着他右手一甩 这些悼念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横扫之下 那老者抓来的右手立刻一顿 神色露出了凝重 在下感悟意境 心神随意散开 故而打扰了道友修行 此乃无心 王林全身环绕无穷悼念 远处更有众多博杂的悼念陆续而来 把王林心神所画之影严密地防护起来 那老者盯着王林虚幻的身影 双眼瞳孔收缩 他从未见过这种心神的神通 竟然可以凝聚出如此多的博杂悼念 沉默片刻 老者冷横 缓缓说道 只此一次 下不回礼 他大袖一甩回到了山峰内 绅士收回 王林身子后退 在无数悼念的环绕下 越过大地 瞬息间就回到了山谷肉身之内 片刻后 他缓缓地睁开双眼 目中闪过寒芒 方才若是那老者 执意留下自己的心神 那说不得 王林便会展开全部悼念回击 站起身子 王林右手 抬起向着天空一指 骤然间 这无数的悼念呼啸而来 冲入山谷内 向着王林右手手指凝聚而来 这些悼念在七彩界内呼啸 卷动天地 不断地凝聚之下 在王林的右手之上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光团 烧情 在王林悟道之时 所有被废弃的悼念 全部凝聚在了那黑色的光团内 此刻 山谷外那些迷失者双目 再次露出了迷茫 向着四周散去 还有那些明智者 喃喃之声又一次响起 渐渐飘走 就连那些十二阶的凶兽 也好似恢复了清醒 咆哮中离开了这里 转眼之间 山谷外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苍松子面色苍白 身子向后急驰而退 王林右手一抓 那黑色的光头便传出了 砰砰之声 化作了一个黑色的晶石 落在了王林手心 拿着精石 王林仔细地看了几眼 此物是他从无数丹药内 分离出的悼念 堪比一切极强的法宝 即便是碎孽修士 此物若是爆开 冲击而出的悼念 也可令其道心崩溃 他在守护着什么 王林没露沉吟 心神中在此地置身之处 看到的老者 在最后的关头 显然是有所顾忌 故而没有出手 这老者修为达到了 虽年后期 但却滞留在那山峰处 若非是守护 或者是图谋什么 王林绝不相信 还有那三个青年 其中一个我曾见过 没想到他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王林皱起眉头 不过此地既然与长尊有关 那么此人出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王林抬头望着天空 心神一片平静 双目深幽 好似蕴含了天地之道 已经在看到那海骨身上的经文一刻突破了 只需要一段时间的凝聚 修为便可以达到净孽中期 王林深吸口气 目光落在了山谷外的岁月静墓上 起身走了出去 静墓波纹回荡 王林的身子出现在了谷外 看向了苍松子逃离的方向 目光一闪 身影如电 向前迈去 这苍松子伤势恢复 自然找到了我所在之处 此人恨我入骨 这一次绝不能让其逃掉 还有那玉瓶内的液体到底是什么 答案也在此人身上 另外离开这里的方法 也要从此人的原神内搜出 王林眼中寒光闪烁 紧追不舍 苍松子一路及时 面色越加的苍白 心中是充满了欲怒 他本以为自己伤势恢复 杀那屡性之人是首到擒来 最多也就是在破开庆致上 会有些麻烦而已 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根本就连对方的身影都没有看到 仅仅是踏入千丈之内 就立刻搅动了自己的道心 使得心神险些崩溃 尤其是方才山谷外 无尽博杂的悼念之中 他就仿佛是怒浪中的孤舟 危险至极 在王林心神扫过时 更是心神震动 他隐隐猜到 对方在方才的一刻 已经有了明雾 怕是修为即将提高 一想到这里 苍松子便心中生起寒意 在对方修为没有提高之时 他拼尽一切也只能与对方两败俱伤 可现在对方即将修为突破 再战的话 自己必死无疑 苍松子内心苦涩 直欲仰天怒吼 他准备了这么多年 但眼下却不得不承认 自己失败了 再没有挽回的余地 甚至若是继续执着下去 怕是连性命都会送在这里了 不甘心啊 苍松子眼中露出滔天的恨 对于王林 他已然是恨不能生蛋其肉 此人毁我心血 还有那姓赵的婆子 若非是他与我抢夺宰先 也不会给了那姓吕之人机会 唉 罢了罢了 苍松子神色扭曲 眼中怒火燃烧 但更多的却是憋屈于无奈 老夫不要就是 你们想要全部拿走 老夫这就离开七彩街 把此地彻底封死 回去外界的七彩裂缝 让你们从此之后 被生生的困在这里 永世不得出去 只有如此 方可解老夫心中之恨 姓吕的虽说杀了庞德才 顶人也对其搜魂 否则不可能如此巧合的知晓了司马 莫洞府真正所在 但即便是庞德才也不知晓 离开这里的真正方法 他所知道的 只不过是老夫想让其知晓的而已 你们给我永久地困在这里吧 苍松子脸上露出正名 身子急驰而走直奔外围 顺着一条并非之前走过的道路 向着他往常离开的地方急驰 这条道路他走了两次 极为熟悉 若非是担心会遇到迷失者 他的速度可以更快 但就在他急驰之中 苍松子却是身子一阵 猛地回头 只见在其身后远处 亡灵的身影闪烁而来 一股杀机立刻笼罩 使得苍松子心中一寒 他立刻加快速度 向着前方急行 亡灵盯着苍松子的身影 右手抬起略意掐绝 顿时身体外就由骨神大鼎 虚幻而出 他目光闪烁 遥遥一指 苍松子 换位 此言一出 骤然间在远处 苍松子身体外 便有光芒闪烁 这光芒瞬间刺目 带着苍松子消失无影 与亡灵所在之位 立刻就颠倒过来 苍松子只感觉眼前一花 带清醒过来时 立刻面色大变 亡灵与苍松子位置对调 现身之后呢 身子没有半点停顿 直奔苍松子而去 接着对方被这突如其来的神通 打乱的刹那 立刻就拉近了距离 他更是右手抬起 向前虚空一按 左手迅速在右手背上连点 骤然间 便有磅礴的原力轰隆隆来临 化作一股疯狂的冲击 直奔苍松子而去 这一切都是在电光火事件发生的 快到不可思议 苍松子更是从未料到 王林竟然有这种法宝 带他反应过来时 身前磅礴原力 已然临近 他眼中瞳孔受挫 尖笑一声 面部立刻扭曲 却是有七个血色原音幻化 快速的凝聚在 眉心模糊的闪电印记上 那印记骤然间散发 夺目之忙 幻化而出 直奔前方原力 冲击而去 轰轰之声 是惊天动地 不远处一座山峰洞府内 异兽宗陈天君走出 盯着王林与苍松子的一战 倒吸了口气 仙逆第1202章 重道 苍松子身如闪电 犹如与王林第一战时 带着滔天之位 是轰轰而出 转眼就直奔 庞博的原力而去 与之瞬息间 就碰在了一起 轰轰声响 向着四面八方 回荡不断 庞博的原力骤然消散 那闪电穿透 直奔王林而来 王林刷目一闪 右手抬起 向前狠狠的一击 骨神之力运转 立刻在王林身后 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骨神虚影 这虚影庞大无比 随着王林拳头而动 挥出一拳 砰砰破开之声弥漫 立刻就与那闪电印记碰到了一起 天地色变 那闪电印记一颤之下 顿时崩溃 但其内蕴含的闪电之力 却是化作漫天雷霆 向着王林降临 苍松子眼中露出恶毒 他出手就是最强神通 对于王林恨不能 其立刻就死亡 雷电 王林眼中露出了轻蔑 右目呢是骤然间电光一闪 其眉心出现了一道漩涡 却是太古雷龙元神冲出 向着天空降临的无数雷霆 便是一声咆哮 太古雷龙 行使天地雷之全力 在这吼声当中 王林右目电光是疯狂的闪烁 弥漫全身 使得他四周方圆数百丈 骤然间就成为了雷池 天空降临的雷霆 在这一刹那奇奇一顿 最终是疯狂的涌入王林身体外 与雷池融合 化作无边无际的雷光抵御 王林在雷光中如同雷仙 随着其呼吸之下 四周无尽雷霆 立刻就收缩 向着他幽默呢凝聚而去 这一幕 看得苍松子是面色苍白 目瞪口呆 不远处的陈天君 额头觅出了汗水 面无血色 眼中充满了震惊 王林没有停顿 吸收了电光之后 又目闪烁 其内竟然隐隐也出现了一道闪电的痕迹 直接是幻化而出 仿若是与之前 苍松子的攻击一模一样 一道闪电击驰 直奔苍松子 苍松子身子立刻后退 双手掐绝 立刻面部那七个原因全部飞出掀起大片的血光 把苍松子包裹在内 使徒抵抗闪电 王林目光一闪 他修为虽说没有真正提升 但意境的突破 却是无形之中 更让他的神通更为强大 比之与苍松子第一战时 已然不同了 在闪电冲出的刹那 王林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便有储物裂缝 在身前出现 从其内散出七彩之芒 却是那七彩钉子 出现在王林手中 向前一抛 那七彩钉子化作七彩之芒 以极快的速度 带着呼啸直奔苍松子 苍松子身前弥漫血光 闪电先来 直接就冲入血光内 顿时那血光好似沸腾 其内传出阵阵轰隆隆之声 碰碰之下 却是那血光不断地崩溃消散 苍松子的身子一直在推 右手一撕 打开出五代 正要拿出法宝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便感受到了 一股极为强烈的生死危机 在他的前方不断崩溃的血光中 一道七彩之芒轰然穿透 直奔他瞬间来临 苍松子神色立刻一片死灰 那七彩钉子速度太快了 只见苍松子胸口鲜血飞溅 骤然爆开 化作一片七彩之物 其原神在雾气中正要逃顿 但立刻就惨哼一声 却是在其原神的胸口 有一个七彩钉子是死死地盯住了 苍松子原神露出惊恐 但是立刻其双目就爆出了癫狂之意 就在这一刹那 王林身影是瞬息来临 出现在了苍松子身后 抬起右手 在苍松子原神天灵一拍 趁着此人原神中创 将要疯狂的一刹那 开始了搜神 一幕幕记忆飞快地从苍松子原神内 被王林获得 苍松子原神颤痛 疯狂之意也是越来越浓 只是片刻就已然达到了巅峰 他仰天怒吼 原神内有一道道血丝从胸口散开 弥满全身 王林收手 不去理会苍松子 而是在其打开的储物空间内横扫 收走了里面所有之物 这一切都是刹那完成的 就在这时 苍松子疯了 抱着头 全身散发血光 双眼更是露出如野兽一般的目光 他指着天空 怒吼中身子却是突然一震 体内传出轰轰之声 骤然间便急速地枯萎起来 片刻 他原神消灿 化作了一个血色的珠子 这珠子内血光漠然一闪 居然把这七彩界的光芒全部遮盖 使得天地瞬息间成为了血色 天地一暗 那血珠直奔天空 王林目光一闪 这是他第一次施展七彩钉子 以他之前亲自逼出此物的精力判断呢 中了七彩钉子之后 在疯狂的一刹那 体内所有生机都会被瞬息间吸走 在疯狂中死掉 但他却没有想到 竟然在死亡的一刻 竟然会凝聚出这么一个血珠 眼看那血珠冲天 王林不驾思索 身子一晃而出 直奔天空血珠 刹那就临近 一把抓住血珠 那珠子呢 立刻就挣扎起来 似乎想要挣脱 更是从其内传出了一股疯狂之力 使得王林心神一震 身子竟然被那血珠啊 牵扯着直奔虚空而去 王林变色一变 但就在这时 突然他融入原神内 很久没有半点变化的天逆珠子 却是立刻在他原神中凝聚 迅速地转动起来 与此同时 一股奇异的犀利 是流入其右手 弥漫在这珠子上 那珠子一震 不再挣扎 迅速融入王林右手 钻入进了原神内的天逆珠子 在王林的右手上 七彩光芒凝聚 那钉子呢 再次幻化出来了 这诡异的一幕 让王林心神震动 但神色却不露半点 收起七彩钉子 目光落在了不远处 山峰上的陈天军身上 陈天军目睹了 王林斩杀苍松子的过程 此刻面色是极为苍白 在王林目光扫来时 身子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向着王林抱拳 吕兄秀为惊天 陈某佩服 那苍松子为人恶毒 把我们带到这里 他能死在吕道友之手 也算其造化 此人罪有应得呀 吕道友杀得好 王林脉步中临近了陈天军 略以抱拳 陈某之前离开 但顺着原路到了祭坛后 却是无法走出这七彩街 又遇到了一头凶兽 重伤之下寻找到这里 再次疗伤 陈天军谨慎地望着王林 没等对方先问 先行地解释起来 陈道友能在十二届凶兽下逃过 也不简单哪 王林神色如常 缓缓说道 陈天军心神紧张 连忙恭敬地说道 在下功法特殊 对于凶兽较为了解 过而可以勉强逃出 王林与着陈天军并无仇气 也没有一同争宝 此刻抱拳 转身就要离开 吕道友止步 陈某友一事相求 陈天军原本还在犹豫 但看到王林要走 立刻咬牙下定了决心 何事 王林看向陈天军 吕道友放财 苏苍宗子之神 可 可曾知晓 离开此地的方法 陈天军望着王林 神色略有紧张 王林沉默片刻点了点头 陈天军松了口气 神色更为恭敬 诚恳地抱拳道 还请吕道友相助 带陈某离开这里 一切条件全部好说 只要能离开这鬼地方 王林目光在陈天军脸上一扫 摇头道 哼 在下没有打算很快地离开 陈天军一愣 犹豫了一下 低声道 无妨 吕道友离开前 带着在下就可 不急 如有用得着陈某之处 吕道友尽管开口 他说完之后看到王林神色如常 似乎没有同意的意思 立刻再次说道 吕道友 以在下对于凶兽的了解 与我义兽宗的神通 可为道友在这无数化物凶兽内取来元经 这里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怕是拥有数百化物凶兽 元经更是众多 只要道友答应带我离开这里 我就拼一把 为道友把这些元经全部收来 且离开此地之后 还有重邪 王林心神一动 陈寅少请点了点头 递给陈天君一枚遇见 取完元经 可给我传音 说完 王林不再去看陈天君 转身离开 陈天君目送王林身影消失在远处 松了一大口气 他没有说话 的确是为了要离开这里 原本他以为已经没有机会了 但亲眼看到苍宗子身亡之后 立刻知晓 离开这里的契机就在王林身上 故而才会如此 取完经很危险 需要准备一下 陈天君深吸口气 紧紧地握着传音遇见 好似握住了离去的希望 转身回到东府 王林回到山谷东府 立刻拿出了大量的元经 在身体外环绕布置阵法 开始吸收土纳 更有天地原理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 被其一一吸入体内 向着静涅中其迈去 此地尽管凶陷 但却是极好的修炼之地 苍宗子的记忆当中 其肉身重新凝聚之处的石像 或许我也可以去吸收一下 还有那三个界外之人 在他们身上 也有我需要的力量 与界外的信息 还有青山老狱 此人的生死劲 另外就是司马末的岁月节 茫茫的星空之中 有一片无边无际的星域 其大小呢 远远超过了 罗天昆虚赵河与云海 甚至这四大地域加在一起 也比不过那茫茫星域 这里被封界之人称之为界外 在界外之民的口中呢 这里叫做太古星辰 在这太古星辰的 某处近地的星空中 存在着一座神秘的宫殿 宫殿内仿若无人 没有丝毫的生机 在大殿中 有数个七彩光团漂浮 光团内是一枚枚玉碱 上面刻着一个个名字 清水 天运子 重旋子 水稻子 司马末 苍松子 而此刻 那刻着苍松子的玉碱 砰的一声崩溃 化作岁末消散 一声叹息在这宫殿内回荡 就在这叹息响起的刹那 时光好似倒转 那崩溃的玉碱化作的碎末立刻逆变 重新凝聚成为了玉碱 好似之前崩溃的一幕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只是那重新凝聚出的玉碱 其上所刻的名字却是变成了 王林 中道之地 道林将成 就以此人之魂 让道成意 喃喃之声在这宫殿内回荡 好似自语又好似传念星空 七彩皆至身之处 王林心神曾来过的山峰上 白发老者攀席而坐 他身后有一座洞府 其内散出七彩之盲 隐隐有众多凄厉哀嚎 从内栩栩传来 老者猛地抬头 看向天空 许久之后 默默地点了点头 第一千二百零三章 道水 司马墨洞府所在山谷 弥漫大量的天地原力 这些原力回荡 形成了一个漩涡 飘在古空 漩涡的正下方 则是盘膝打坐的王林 这七彩界来历神秘 且其内诡异莫测 更有危机四伏 但这一切对于王林来说 何尝不是一次天大的机遇 尤其是吸收了 苍松子的记忆之后 对于这七彩界 王林更为了解了 甚至那玉瓶内的液体 也知道了其作用 更明白了离开此地的方法 若是此番修为 没有突破经验 初期达到中期 王林定会斟酌之下 略有犹豫 毕竟从苍松子 记忆中获得的消息 使得他更为清晰地 看到了此地的危机 更重要的是 他知晓了在此地置身之处 那山峰的存在 但眼下 王林一径突破 只需要吸收足够的元经 就可以达到净孽中期 到了那个时候 配合他骨神肉身 杀碎孽中期 丝毫不难 唯独碎孽后期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若我修为能够达到 净孽大圆满 那么碎孽后期老怪在我面前 将不是对手 王林深吸口气 立刻这山谷内的磅礴 原力骤然向他全身凝聚 片刻间就立刻烟消云散 全部被吸入王林体内 阵阵碰碰之声喘出 王林头发无风自动 体内原神同样打坐 不断的胀大起来 吞噬着四周涌入体内 那无尽的原力 随着原力越来越多 王林体内的原神 已然与肉身一般大小 充斥体内 使得王林双目猛的睁开 两道堪比星辰的目光 直接穿梭而出 在这天地间破天而去 就在他睁开双眼的瞬间 环绕在他四周的大量原精 轰然崩溃 化作大量的碎灰倒卷 在王林身体外 形成了一道道环形的印记 静涅终其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吐出一口浊气 右手一翻 立刻手中出现了一个玉瓶 这玉瓶正是抢夺 苍松子之物 以迷失者吞倒 以明智者养倒 融入此地四座石碑 在一石碑下 骸骨上经文转化 成为了一股不可思议之力 再以这种力量 轻入骸骨中逼出血液 这不是什么血液 而是那骸骨之人 生前的盗碎 王林眼中露出金光 这就是他从苍松子记忆内 获得的重大信息 这些信息 苍松子是如何得知的 这一点 王林没有在记忆内找到 毕竟苍松子是碎孽 终其修士 且搜魂之术 也并非是没有破绽 记忆无法获得完整的全部 这盗碎的重点 便是那半具骸骨生前的身份 此地有两座石碑 且我之前所看 每座石碑下都应该是半具骸骨 如此来说 就是一个人 此人生前定然是声名赫赫之辈 不知被人杀死 还是死后被人挖出了骸骨 以这种惊天动地的方式逼出他的道 从而化作稻碎 喝下这盗碎便可获得他的道 那骸骨上的经文也是后刻上去的 不知是哪位大神通者 把自身神通化作了经文 想出了这种骸人听闻的方法 但这盗碎却还是不能直接喝下 一旦入口就会立刻陷入沉睡之中 不知会沉睡多久才会醒来 苍松子的打算 就是拿着盗碎在此地寻找一个绝对安全之处 喝下之后等待苏醒的一天 这也正是他与青山老狱厮杀时 没有立刻喝下这盗碎的原因 而其选择沉睡的地方 正是此地置身之处那座山峰 只是在苍松子的记忆内 找不到他去那里的理由 也没有那白发老者的身影 亡灵目光闪烁盯着手中的玉瓶 有意思 此地的一切存在 似乎都是为了提供石碑吸收道之感悟 就连那些凶兽也是如此 这里为何没有十三界凶兽 怕是所有成为十三界的凶兽军都被杀死 吸走了盗魂 这一切的一切重点就在这玉瓶内的盗碎之上 但这盗碎对于那部下这等地界的大神通修士来说 恐怕不是喝下这么简单 那山峰上的白发老者定然在守护着什么 或许这一切与他所守护之物有莫大的关联 亡灵陈寅片刻后把玉瓶收了起来 放在怀里 但司马莫遇见曾说 此地有四座石碑 只是我之前心神扫过时只看到了两个 且其中一个空空没有海贵玉瓶 这一点倒是有些奇怪 陈寅少请 亡灵抬头看向山谷那九个洞府 他只打开了前三个 第四个往后没有开启 此刻身子一晃来到了第四座洞府外 右手放在山石上 亡灵体内原力运转 轻轻一按 立刻这山石便有砰砰之声传出 起上一切尽致全部崩溃 向着旁边轰隆隆的打开 在这山石一开的刹那 亡灵目光如电 向内看去 却是眉头一皱 这第四座洞府内没有任何物品 一片空旷 踏入洞府内 亡灵仔细地寻找了一番 也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略意沉吟 亡灵来到了第五座洞府 这洞府上也有静置 且还是岁月间 其上散除的静置波动极为强大 要破开这静置 有些难度 亡灵抬起右手掐绝 立刻便有一片静置残影幻化 随着其手掌落在这山石上 轰轰之声顿时响起 那山石立刻变得透明起来 出现了大片的波纹 就在其变成透明的瞬间 亡灵双眼骤然一闪 整个人睁了一下 直勾勾地盯着透明山石后 洞府之内 这洞府内有人 四个衣衫破损 没有任何头发 双眼露出茫然如行尸走肉一般的羞尸 在这洞府内迷茫地走着 好似没有任何停歇的时候 在这无数年的岁月中 一直行走下去 这洞府地面有一个阵法 阵法散发柔和之盲 笼罩着四个人 在他们的行走中 钻入集体内 更是有一枚玉剪 被放在了阵法中心 迷失者 亡灵一眼就认出了 这四人的身份 回想司马莫遇见留下的内容 他深吸口气 一晃之下 直奔第六个洞府 以同样的方法 使得山石成为透明后 立刻看去 在第六个洞府内 有三个人 这三人呢 好似没有了肉身 只剩下幽魂一般的元神 在这洞府内飘游着 他们口中似乎有声音传出 但被山石阻隔 亡灵听不到 明智者 亡灵沉默 他看出了这洞府内 有更多的禁止 这些禁止的作用 便是把这三个明智者 彻底封死 不让他们出来 除非有一天 他们可以清醒过来 自行打开禁止 同样在这洞府的禁止中 有一枚玉简放在那里 深吸口气 亡灵走向第七座洞府 使得山石成为透明后 他双眼瞳孔一缩 看到了在其内 一个盘膝坐在那里的老者 这老者头发花白 面无血色 盘膝中好似永恒 此地的禁止 远远超过了明智者洞府 密密麻麻 彻底的封死 在亡灵看向着老者的刹那 此人猛地睁开双眼 其目光透出疯狂 死死地盯着山石外的亡灵 整个人怒吼咆哮 如同野兽一般冲出 顿时呢 便有神通在其身体外幻化 直奔山石攻击而来 但就在这老者神通出现的瞬间 立刻洞府内 静置快速地闪烁 竟然瞬息中 就把那神通吸走 那老者吼声更为剧烈 双手拍向山石 没有任何声息传出 甚至就连那老者的咆哮 也只是亡灵从其嘴形看出 山石一动不动 许久之后 那老者许是累了 死死地盯着王林 缓缓退后 继续盘袭打坐起来 此地尽致 渐渐地恢复正常 他莫非就是 逆行者 看了三个洞府之后 王林已经明白了 这些人呢 就是司马末的同门 司马末把他们带了回来 封印在了洞府内 试图想让他们苏醒 但是眼下看来 司马末并未成功 迷失者与明智者洞府内的遇见 想必就是岁月计 司马末的想法是 一旦其中有人可以苏醒 那么只需要学会遇见 那个岁月计 就可以从内部打开 这封印阵法 暗叹一声 王林走向第八座洞府 这八座洞府外 山石并非岁月计 而是普通的封印手段 略看一眼 王林右手一挥 顿时呢 这静置就消散 山石轰轰移动开来 在这第八座洞府打开的刹那 王林整个人倒吸了口气 盯着旗内之物 半响才呼出气息 这洞府内是半具骸骨 这骸骨是下半身 旗上有无数经文刻下 没有丝毫光芒散出 一片幽黑 地面上有阵法封印 死死的锁住这半具骸骨 原来那是被失去的骸骨在这里 王林目光在那海骨上扫过 立刻便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吸力 好似在吸扯心神 退后几步 毫不犹豫地斩断了这一次心神的联系 定气宁神 王林沉默片刻 若是就此离去 他不甘心 盯着那海骨 此骨右腿骨上 有一道深深的断裂之处 尽管没有全部断开 但伤口极深 许久 王林双手掐决 在自己身上连点树下 打出大量的进制 封锁心神之后 又虚空一抓 取出苍松子的水晶剑 在剑上留下一丝心神 放在一旁后 抬起脚 向前缓缓走去 这只只有数丈的距离 王林每一步都是极为谨慎 慢慢地走到了海骨的旁边 蹲下身子 右手不假思索 毅然地放在了这海骨 腿骨的伤口处 心神顺着右手 推入其内 以神感悟 王林神时在碰到那海骨的刹那 脑中骤然间 便轰得一声 听小说 仙逆第1204章 天道之际 他右手触摸的 仿若并非是半具海骨 而是一个充满了 不可思议之力的漩涡 他神识所探入的 就是这漩涡的深处 根本就不受他控制 在这漩涡内 突然就传出 无法形容的强大吸力 卷着王林的神识 直接陷入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王林好似那怒浪中的孤舟 在这漩涡的吸力下 不断地被吸扯 仿佛穿越了时空 去往了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岁月 脑中轰轰之声不但回答 越来越剧烈 此刻若是有人在洞府外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王林的身体剧烈地颤抖 他双目紧闭 面色苍白 甚至出现了扭曲 他的右手颤抖 更为剧烈 但却死死地与那海谷 站在一起 而那海谷 则是突然散发出了金光 只是 就在其金光闪烁的瞬间 海谷上的经文 立刻便散发黑芒 试图压过金光 与之展开了拼杀 这是一处充满了混沌的世界 分不清天与地 好似存在 好似又不存在 远处虚无中 缓缓走来一人 此人一身白衣 看起来仿若一个老者 只是其身子极为模糊 使人看不清楚 他抬头望着天空 好似在沉瘾 就在这时 突然混沌的天空 骤然间便有七彩之芒 豁然而来 这七彩之芒 如同翻天之浪 轰隆隆来临中 立刻就把天地撕碎 使得这一片 混沌崩溃 天不在天 地也不再是地 而是一片星空 但这星空 却并非是漆黑 而是漆彩 放眼望去 这天地间成为了一个漆彩的世界 那白衣老者猛的抬头 右手在身前一挥 竟然有一个站字 虚幻而出 环绕在其身体外 立刻散发出无尽的金光 把四周的七彩是硬生生的逼退 就在这一瞬间 一个浩荡的声音突然回荡天地 天地之开为态 以天化出 地运成中 老夫所修便是这天地之 态出之规则 七彩为隐 风 一字风 骤然间这七彩的世间 所有七彩之芒 轰然而动 好似有一股力量操控 使得无边无际之七彩光芒 全部向着那白衣老者疯狂地凝聚而来 这一幕 在亡灵眼中就如同是天地倒卷 形成了一个七彩封印 不断地凝聚下 把其内的白衣老者彻彻底底地封死 漫天七彩云涌 好似整个世界都崩溃 阵阵怒好从七彩内传出 但却越来越弱 最终消散了 战兴也 若非老夫当年送你战字体 你岂能有今日空灵之境界 以你之战魂为隐 老夫就可以找到战老鬼空结石 埋骨之处 取其随骨 逼出你隔代师徒二人的盗髓 毁其涅槃 原本尊天道之计 那沧桑的声音透出疲惫 渐渐消失 与此同时 就连亡灵眼中之世间 也随之散开 形成了一处处崩溃 卷着其原神 就要沉入其内 与之一同瓦解 此刻 司马墨洞府内 亡灵触摸的那海骨 金光被黑芒彻底的压过 渐渐的被逼至了一个角落 而那些黑芒则是直奔亡灵触摸的手指而去 就要进入亡灵的体内 就在这一瞬间 洞府内被亡灵留下心神的水晶剑 突然金光一闪 以极快的速度直奔亡灵 从其指尖一闪而过 使得亡灵的右手与海骨 在那黑芒临近的刹那 分了开来 亡灵身子一震 顿时清醒 毫不犹豫地退后几步 盯着那海骨 心神是翻江倒海 斩家老祖 斩星也 亡灵神色阴沉 他在罗天的时候 知晓了战家先祖 踏破星空而去 从此是阴性全无 不知去向 这斩星也天资极高 早年时呢 是无意中获得了战字帖 自行琢磨 感悟战之意境 最终是为追随更高的境界而走 任凭其后代子孙是如何寻找 都始终无法寻找到有关 斩星也的任何线索 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斩星也 那杀了斩星也之人自称本尊 拥有太初之力 莫非就是掌尊不成 亡灵神色更为阴沉 回想之前看到的一幕 不由得心中发寒 那七彩神通与残叶类似 但显然要远远超越了残叶之力 一世神通就可以让 自掌尊之人 最后的声音明显是露出疲惫 亡灵脑中是念头白转 但却没有丝毫的头绪 空灵 空解 这莫非就是第三步中的某两个境界 我之前感悟战自帖时 曾看到过一个老者 战自帖就是此人所画 他曾说修为达到了空置境界 要破开界限 莫非 莫非他就是那个疑似掌尊人 口中的空解埋骨的战老鬼 从其称呼上看 那疑似掌尊之人 对这个战老鬼有些忌惮 他为了要找到这战老鬼的埋骨之地 故而寻找到了战空也 给其战字图让战空也修炼 最后杀之取魂 一切都是为了弃天道之机 这天道之机又是什么 亡灵脑中是越来越清晰 尽管有些想不明白的地方 但却也有一些思绪是清明的 四个石碑 两具完整的骸骨 这第一具骸骨是战星野 那么这第二具骸骨 莫非就是战星野 隔代之师战老鬼 亡灵倒吸了口气 那战字图就是这战老鬼留下的道通 亡灵复杂地看了一眼其内骸骨 尤其是看到了骸骨上隐隐出现的金光之后 沉默片刻 他处空间内便有战字图 一共三张 其中前两张被他打开 唯独这第三张 他从战家后人那里获得之后 始终没有开启 此刻沉默中望着骸骨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楚空间出现 从其内飞出了三个光团 这三个光团内 正是三幅战字铁 就在这战字铁出现的刹那 突然那骸骨上被逼到一处的金光 骤然间剧烈地闪烁起来 竟然是脱离了骸骨 直奔战字铁而去 瞬息间就融入其内 金光闪烁 那三幅战字铁呢 立刻相互融合起来 这诡异的变化 没有出乎王林的意料 他目光凝重 盯着那三幅融合在一起的战字铁 片刻间融合结束 金光把这洞府全部照耀 在王林的前方 一个金色的虚幻战字 出现在了面前 这战字金光闪烁中 更是有一股浩荡的气息传出 一闪之下直奔王林而来 被王林右手一挥 受入储物空间 你获得了战字铁 无形之中成为了战老鬼的隔代传人 又因你 使得战老鬼埋骨之处 被那疑似长尊之人知晓 无数年后 王某又从你后人那里 得到了战字铁 今日又看到了你的骸骨 王林眼露复杂 长叹一声 转身离开了这洞府 以山石封死 第九座洞府 王林没有打开 骑上的静置呢 他破不了 只是看到里面是充满了七彩武器 看不清到底是什么 在山谷内 王林看着司马墨的骸骨 整个人沉默下来 许久之后 王林离开了 临走前呢 他去了文寿所在的第一座洞府 留下了更多的圆境 走出山谷 王林目光闪烁 他要去一趟心神之前看到的那石碑所在之地 去看一看战星野的上半局骸骨 搜取了庞德彩与苍松子的记忆之后 对于这七彩界 王林已然不陌生 对于一条条路线更是深深地印在脑海 此刻他身影化作长虹 并未升空 而是在地面上击齿 穿梭在一处处山谷外 渐渐地他来到了那封印青山老玉的阵法处 阵法已经被打开 其内青山老玉失去了踪影 略造一眼 王林没有停顿 直奔山脉 越过山脉 进入到那雾气中 在雾气内 王林极为熟悉的吉时 耳边明智者的声音南南 更是遇到了几个明智者 从身边飘过 知晓得越多 王林对于这些明智者 便越是了解 这些全部都是古往今来的修士 在这里却是成为了他人养道之物 甚至王林可以想象得出 这些明智者呢 生前一定均都是天资绝佳之辈 更是对于道的领悟 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故而才会被道经所困 成为了养道的明智者 内心暗叹 王林没有停留 直奔前方 渐渐地 他看到了雾气内一个巨大的石像 在这石像下 王林甚至停了下来 他目光闪烁 一跃而起 来到这石像的头部 苍松子的记忆当中 他所修炼的功法 名为百世血缘化音之术 召唤出封界第七灵 则是在这石像内感悟出来的 其血缘化音这种神通 可以修炼出九个类似圆影之物 但威力却是远远超过了圆影 更重要的是这九个原因 而非原神之物 可以使得苍松子修炼神通的速度提高九倍 更为惊人的 则是每一个原因都可以凝聚出一样神通 往往对于修士来说 有一些神通不可同时修炼 即便再好也要做出选择 比如青山老玉的曲阳巨鹰归族之术 便是如此 但这一切对苍松子来说 就没有任何关系 他九个血鹰可以分别修炼 只不过与王林的一战之前 先是被青山老玉收走 以鹰 随后呢 更是在王林的神通连续打击下 两人两败俱伤 故而没有全部一一施展开来 盘西坐在石像头顶 王林知晓 苍松子之所以肉身恢复 且眉心有了闪电印记 与这石像有莫大的关联 苍松子其中一个血鹰 在感悟中修炼了这石像眉心 闪电印记留下的感悟 以其九倍的领悟之力 勉强得到了这石像眉心 闪电印记的一部分传承 而现在 这部分传承在王林与苍松子第二战时 以操控天地雷霆的神通下 吸收了绝大部分 凝聚在了幼木 此刻他深吸口气 心神散开 笼罩着石像四周 幼木电光闪电 漠然间的离开环绕在身体外 就在这时 那石像眉心闪电印记 更是剧烈的闪烁 电光弥漫 传出阵阵啪啪之声 更有隐隐轰鸣回答 王林双目闭合 神石缭绕石像 全身雷光闪烁 他有太古雷龙元神 便是这天地之雷的操控者 一切雷霆都要挺起号令 但这石像眉心的闪电 却是充满了一股沧桑的味道 且桀骜不逊 游走在石像外 与王林操控之雷 不断地撞击 远远看去 只见那石像四周 是遍布雷球 弧形电光四下散开 那轰隆隆的雷鸣 更是不断地乍响 这是雷与雷之间的纠缠 这是闪电与雷霆之间的咆哮 更是一场对于雷的操控 王林没有如苍松子一般去感悟 去顺应这石像眉心的闪电印记 去明误闪电的寒意 屈服在这石像闪电图腾之下 好似一个仆人一般 去借取雷霆 加以感悟 仿若哀求得到了施舍 从而获得在不知何时 存在于这里的石像内 残存的闪电之力 以此化作自身神通 甚至可以召唤出 那即便对王林古神肉身来说 也有伤害力的封界第七灵 苍松子选择的是一条归顺之路 把这神像看作神灵放在心中 以一个原因去修炼其感悟的功法 膜拜中修行 这条道路没有危险 只需要资质足够便可获得 但是王林岂能选择这种道路 他连天道都敢逆 一生行走天地 叱咤风云 敢于天斗 逆修成道 于天结征徽 他绝不会去如苍松子一样 去膜拜这区区的石像 即便这石像内蕴含的闪电之力 足以惊天动地 更可以引动封界第七灵 要的是让这石像内的闪电屈服 屈服在他王林之下 他不会去感悟石像 而是要这石像内的闪电 统统给他吸来 要向他膜拜 这是他的骄傲 也是逆修的骄傲 同样也是身为古神的尊严 太古万法 可有与古神一族相比者 强如月氏 王林也从灵儿那里知晓 早年呢 只不过是古神一族的仆从之流 月氏族如此 还有闪电印记之人 显然也是界外某族 也要给他屈服 王林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极为霸道之色 冷轰中抬起右手 向着这石像头部狠狠的一拍 轰隆之声回答 这石像并未崩溃 而是爆发出一股惊天动地的闪电 这闪电直冲天际 化作一条雷光之龙 咆哮中直奔王林 在他冲来之际 四周的雷霆 全部被其吸收 带着一丝疯狂与争吟 距离王林是越来越近 这雷电之龙争吟 王林比他更为争吟 这雷电之龙疯狂 王林比他疯狂十倍百倍 在他咆哮而来的刹那 王林右目电光轰轰闪烁 直接冲出 元神更是顺着眉心闪现而出 太古雷龙 好似降临在这七彩阶 一声咆哮 王林的太古雷龙元神 直接就与那雷光之龙撞击 疯狂地吞噬起来 在那不断地吞噬中 王林眉心漩涡中 隐隐露出了古神星点 古神之力充斥全身 抬起右手向前狠狠地一抓 这一刻 一个巨大的古神手臂幻化 随着王林右手抓去 一把就抓住了 那雷光之龙狠狠地一捏 那雷光之龙正在与王林的元神吞噬 此刻身子矩阵 咆哮中欲要挣扎 但是古神的手呢 却是死死地将其抓住 更是在捏动之下 使得其身体内散发出大量的雷霆 就在这一刹那 王林元神向前横扫 一口就吞下了这雷光之龙 回到了身体内 右目之雷光 骤然间就增强了数倍不止 使得王林此刻 好似全身任何一处位置都模糊起来 唯有右目光芒逼人 但凡存在于天底之雷 皆需听从我之号令 王林声音平静 但却有一股无形的微压笼罩 使得四周散开的雷电 骤然间直奔王林而来 全部凝聚在了其右目内 形成了一个闪电的印记 就在这王林右目 这闪电印记出现的刹那 他身下的石像 轰然间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这些裂缝 从石像双脚开始疯狂的蔓延 犹如一条条缝隙之龙直奔在石像头部的王林冲去 卡卡之声惊天动地 更有一道道昼亮的闪电 在那一条条裂缝内闪烁 随着他们不断地接近 这雕像好似要四分五裂 但却依然微额不动 裂缝蕴含着闪电又走 瞬间就临近王林 但听轰轰之声绝空而起中 在王林身体外 也就是那石像的头部 立刻就有无数银蛇电光闪烁 形成了一个方圆百丈大小的巨大雷光电球 王林就在那雷光球之内 这些雷电挣扎的 不欲受王林的操控 疯狂地收缩起来直奔王林 冷哼传出 王林全身电光环绕 他的修为呢 或许不足以与这石像之内对抗 但是他的元神却是天地雷龙 他是这天地之雷的操控者 只要是雷在他的面前 没有资格反抗 这与修为无关 这是一场雷之战斗 太古雷龙替天行使 雷之全力 在王林身上他不信天道 抢雷拳以自身为道 操控天地之雷 那石像是太古之民 闪雷族先祖 尽管死亡 但即一生与雷为伴 自身呢 几乎就已然成雷 化作眉心闪电印记 不会轻言屈服 更是在传门中 闪雷族的先祖 就是一道雷霆所化 此雷逆天 不受天道屈服 世人若膜拜于他 可有资格获雷之权利 但若是反抗于他 则被雷霆灭临 但是王林就是要反抗 他幽目雷光暴闪 太古雷龙元神再次飞出 环绕在身体外 向着急速收缩而来的 雷光之球咆哮 在咆哮中 传出操控天地之雷的威严 雷光球不断地收缩 但却在王林身体一胀处 生生地停顿下来 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但却始终无法再收缩 哪怕一寸 王林的身子已经站起 仿若雷先 更是在他的身上 散发出古神的气息 若古神与雷霆可以结合 那么他就是古之雷神 屈服或者毁灭 王林传出神念 他知道 环绕四周的雷光 并非寻常之物 而是蕴含了自身意志的雷电 有了意志便是零 这些雷电就是雷灵 是这十项之人 死亡之后意念所化 轰轰之声回荡 环绕在王林身体外的雷球 好似颤抖了 在王林全身的雷微缭绕下 更是在那古神气息的冲击中 屈服了 他们化作一道道闪电 直奔太古雷龙元神 一声咆哮惊天 太古雷龙元神 骤然间庞大起来 与此同时 这十项更是颤抖 好似将要崩溃 王林向前迈出一步 站在了虚空 转身双目一闪 盯着十项眉心 仍然还未消散的闪电印记 你之义足 从此之后在我面前 剥夺行使雷之权利 王林幼目一闪 太古雷龙元神咆哮 环绕在他身体外 与幼目雷光融合 化作一道闪电印记 直奔那十项眉心图腾而去 轰的一声 闪电是直接落在了那十项眉心图腾上 这十项颤抖更为剧烈 就在这一刹那 在闪电落下的瞬间 这十项双目 骤然间散发亮光 在其双目内 王林看到了一片星空 那星空中有一个磅礴的阵法 此阵之大足以弥漫星域 死死的封锁 阵法外是密密麻麻 无数的奇异之人 他们穿着古怪 显然绝非修饰 冷漠当中带着嘲讽与不屑 盯着阵法内 阵法内掀起缭绕 更有原力回答 却是有无数上古炼气士与仙人 正在疯狂的攻击阵法 试图破阵而出 但这阵法极为诡异 更是坚不可破 任凭那些炼气士与仙人 如何攻击 却是纹丝未动 甚至有的仙人 不惜自爆身体 也无法撼动阵法半点 一股绝望的悲哀 笼罩阵法内 那阵法中更有九道光芒闪烁 其中一道光芒 是一把开天之腹 此府所过之处 一切试图闯过之人 全部一一崩溃死亡 王林甚至看到了 有众多的炼气士 带着悲哀选择自爆 试图封住这开天之腹 但最终却还是失败了 那九道光芒中 还有一道则是闪电 这闪电轰隆而走 一路走过之处 修士 仙人 全部死亡 阵外之人 观望者的目光当中 嘲讽冷漠之色更浓 好似身份高贵之人 再看如蝼蚁般的凡夫俗子 不甘心 我不甘心 终有一日 我被修之后人 必将破开阵法 让你等外民万灵 灭绝殆尽 让你界外 血流成河 一个被闪电击中的仙人 此前传出了一声疯狂的咆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